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报导出来的死亡人数就有38人 这个数字我听到的时候是蛮讶异的 因为缅甸的这些游行民众 他们并没有说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游行会有什么投资什么汽油弹 或者是抢那个店家 砸店家 他们没有这些比较混乱的作为 他们就是在路上这样子 就是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就遭到了军方如此严厉严重的镇压 然后开枪扫射 杀人 甚至是就连那个医疗的义工 因为他们有一些人是帮忙 就是救治那些受伤的人 就连这些救援的义工 都成为军方要逮捕或是镇压的对象 看到这些消息 我真的觉得非常难过 表示你太天真 我太天真吗 缅甸的事情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 很早就告诉大家 军队一定会开枪的 那你刚刚讲到 示威愈演愈烈 对 镇压也是愈演愈烈 一样的 上一次新闻讲到最血腥的一天 应该是2月27号或28号 死了18个人 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 最血腥的一天 3月3号 联合国是说有38人死亡 那我根据缅甸内部的一些统计 有超过52人死亡 但是实际死亡的人数 可能要比这个还要高 这个是过往以来 一直都是这样子的 缅甸是没有 不会让你知道究竟死了多少人 对 2007年我去采访这个袈裟革命 死亡人数到现在 也不知道是多少 不知道 因为他们封锁新闻嘛 或者是说不让你采访什么 他们军方有一些比较强制的手段 让这些消息可以不用出去 可以控制住 我今天看到一个消息来源 我缅甸的朋友传过来的 他有提到他用什么形容词 仰光街道遍地实体 他已经用了这种形容词了 他也传来一个视频 一个视频很显然是从楼上拍下去的 我现在很担心这个拍视频的人 可能会被找到 因为他拍下去之后 他也拍到他家的栏杆 然后拍到下面那个缅甸军人 在街上拖了尸体这样子走 拖了尸体这样子走 那这个如果说是研究他这个视频 因为缅甸军人拖尸体 他一定知道在哪里拖嘛 然后你找到这个房子之后 拍视频这个也会有危险的 这个就是缅甸 缅甸的军人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 而且他是他有一定的步骤 因为他们太熟悉这种镇压的手段 就是开枪 我在节目里面也跟大家报告过 缅甸的示威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他们是极为和平的 极为和平的 我2007年去采访那个示威也是一样 示威的人走到定点之后 就坐下来 蹲在地上 不是坐下来 他们都是蹲在地上 然后前面一派和尚在那边练经 对面大概50公尺左右 就是军队守在那边 他们不会接近的 所以不会有像 你像前一阵子美国群众进攻国会 他跟这个军警短兵相接推击 缅甸没有的 军人在五六十公尺之外就开枪了 而且人民没做什么事情 也没有暴动也没有做任何的这种暴力行为 他就开枪 太过分了 另外我想提醒各位一点 就是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包括刚才你提到一个华裔的女孩子 是不是 有一个华裔 对 然后最近在 就是新闻一直在报道 因为她是家中的独女 她才多少 19岁 非常非常年轻 而且她的功课表现都非常优异的 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女孩子 她在去那个 就是示威之前 还在自己的社群脸书留言说 我如果怎么了 就不要救我 然后把我的器官捐出去 我就觉得她怎么都是这么好的人 这么美好的生命 她是一个很优秀的小孩子 她本人也是跆拳道的高手 也会歌舞 我在缅甸那边的朋友 传过了她的一些视频 她跳舞唱歌 非常优秀的一个小孩子 她爸爸更了不起 家中的独女 然后她要去示威 她爸爸亲自帮她绑红布条 让她去了 她穿的衣服是没有错 everything will be ok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然后她被打死了 我刚才讲了一半的原因就是说 她是头部中枪 我也注意到好几个死者 因为这些照片 我们也不适合摆在这个视频上面 我看到好几张照片也是缅甸的朋友这样传过来 好几个都是头部中枪 我讲这个的原因就是说 我认为 我强烈的怀疑 他们是被狙击手打到的 一定的啊 不然你说场面 并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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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讲的 掃射 这样子 它是有狙击手在对面瞄准好的 这个就是缅甸的军队 他们会做的事情 我刚才讲的就是说 38人 52人 都不重要 都是到目前为止最血腥的一天 真正最血腥的一天还没有来 还可能会有更血腥的 因为编电这次人民的意志是非常坚强的 非常坚强 军队是不会退的 再多的国际制裁也没有用 也没有用 国际制裁现在美国、欧盟、法国都发表谴责的声明 但是新加坡的总理李显龙讲得最到位 他怎么说 他说这所有的制裁都没有用 不会有任何效果 对缅甸的内部的事情不会有任何效果 这个话听起来很残忍 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 联合国的缅甸特使应该是特别报告员 这个人他也讲了 他就是说是缅甸当天又死了38个人的内部位了 他也讲了他这段时间以来 就是政变以来他一直跟缅甸军方也保持联系的 是 他也跟了缅甸国防军的副董事令 朔温提到这个事情 说是你们如果还是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好我们是要制裁你们的 朔温怎么回答 他怎么回答 我们早就习惯了 我们早就习惯你们制裁我们 第二句话更重要 他说我们挺过来了 就表示说他根本不在乎你制裁 第三句话尤其重要 我练给大家听 我们要学着只和几个朋友同行就可以了 他只要和几个朋友同行就可以了 哪几个朋友呢 中国 对 苏联 也许印度 跟他们 靠他们吃穿就够了 他们的利益就已经够了 所以缅甸的军人感恩不在乎你制裁那个 我们先前的节目里也讲过 你不准军政府的这些人到美国去 谁要去啊 他根本就不要去 对不对 你冻结他银行的资产 那个资产在他眼里面只是一部分 缅甸握在他的手上之后 这个资产是永久的 是 是永久的 缅甸的军人 很多人 我们在节目里面其实有提过 大家以为缅甸是一个文人政府 但是实际上军人在背后的力量 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它的利益也是非常非常庞大的 他们 怎么会放弃这些东西 对呀 多少利润 因为他原来在2011年 跟翁山书记做了妥协 让翁山书记带了全民盟 出来参加这个选举啊 这些东西 我说过 我不知道 他们底下有什么交易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能揣测 用逻辑来揣测 是一定有交易的 那这个交易呢 我认为就是你欧山书记可以带了全民盟出来 你如果不出来你还是继续软禁 你就一辈子是这样子 在家里面被软禁在那边 那你现在有机会可以出来 但是你不要挑战我们军人的利益 军人的利益是什么呢 就是2008年宪法 这些种种的规定 包括在政治上的权力 军队的政治上权力 军队的这个 政治上权力有了之后 他自然能够保护他的经济利益 这个很正常的 那翁山书记同意了 出来了 然后他立刻找到一个宪法的漏洞 因为他让他出来 并没有说是你能当总统 因为他的2008年宪法里面是规定 配偶或子女是外国人是不能当总统 这个是很明显的针对了翁山书记 所以叫做翁山书记条款 我们上次讲这个事情的时候 也有听众挑战 说是别的国家难道没有吗 我跟你讲没有 所有的国家规定 就是说总统必须要是本国的公民 对 他没有讲到你的配偶 或者子女 所以这个条款是针对翁山书记的 但是他们找到一个漏洞 把他设出一个国务资政 找到这个漏洞的人后来被打死 这个人叫尼高 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 应该是两年前或三年前 他率了一个团队到印尼去开会 然后回到雅加达的机场被打死了 为什么要打死他 第一个是他想出来的 让翁山书记当这个国务资政 他这个想法是来自于新加坡 李光耀退下来之后就变成新加坡的国务资政 但是缅甸的国务资政跟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是不太一样的 新加坡的国务资政是没有实权的 真的是顾问而已 顾问的性质 大家一直讲说新加坡的 李光耀国务资政是在背后的一个主导的力量 没有的啦 新加坡国务资政 期间有十几年是无作动做总理 不是 但是缅甸不一样 缅甸的这个设计就是要让翁山书记 用国务资政的名义来当总统 在之前翁山书记本人就讲得很清楚 他本人就是公开讲 我这个国务资政是凌驾于总统之上的 这个等于是一个偷袭 让军方措手不及 所以这次发动政变的这个敏昂良 国防军总司令当时就讲过 翁山书记这个国务资政是不合宪法的 嗯 但当时没有法座 是 没有法座 就算了 嗯 那这么一段时间以来 去年一年多以前开始 翁山书记跟全民盟开始推动修宪 对 推动修宪就触犯了军方的大忌 地雷啊 踩到底线 以目前来讲 修宪是不可能的 嗯 因为军方有25%的席位 是 他有天然的否决权在里面 是 但是你推动这些动作 让他们不敢再继续信任你 嗯 不敢再继续信任你 所以把你推翻掉 这是 这是政变的 一个主要的原因 嗯 不是像很多人所揣测 有中国在后面的计划或支持 没有的 这种插测是没有根据的 因为中国没有这个动机 嗯 要推翻翁山书记这个政务 没有 这个可能大家也必须了解 对 那现在讲回这个小孩子 华裔的小孩子 嗯 姓邓 叫邓加西 他是在曼德勒 曼德勒在缅甸 有多人叫他瓦城 瓦城 华人非常多 嗯 可能百分之八十以上 都是华人 啊 很了不起 这个小孩子 他牺牲了他自己 而且就是说 他在牺牲之前 他有心理准备 嗯 我刚才讲到 他爸爸亲自 帮他绑上红布 是 让他出去 他也在脸书上写 所以很感谢爸爸支持他参加这个运动 啊 这个真的是让人家觉得非常的难过 因为你可以想像父母的心情 他们一定是很舍不得女儿去从事这么危险的事情 因为一上去 你真的就要有抱持着他今天可能回不来的这种预期心理 可是他还是鼓励他的女儿 让他鼓励女儿去 结果发生了 最后面临了这个最不想面对的事实 这个变成这样的结果 现在缅甸人也把他当作一个象征 把他称作为天使 是 这个完全当之无愧 那么他可能还完成了一件事情 大家不知道的 就是说 他可能 成功了 阻挡了 可能会发生的排华 因为他是华裔的身份 因为他是华裔 因为这次的政变 这次的政变 很多缅甸人是不谅解中国的 也到了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去抗议了很多次 各种传言都有 当然其中有些传言是并不站得住脚的 譬如刚才我讲的 中国并没有这个动机来支持或者策划 缅甸的军事政变 没有的 但是有些缅甸的人可能会相信 为什么呢 因为军事政变发生之后 中国在安全理事会跟苏俄 他们在安全理事会里面 是表现的说是支持这个军政府 所谓支持军政府就是阻挡别人去谴责他们 对 因为那时候安理会有要提出一个谴责案 但是中国跟俄罗斯的代表就投反对票 这个一点都不稀奇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子 以前也是这样子 不是现在才这样子 但是这个做法当然引起缅甸人的反感 所以有一阵子很多人会担心 会不会再发生一次排发的运动 特别是在缅甸那边的人 我也认识好几个像这样子的人 他们都担心 但是今天这个邓家熙这样子牺牲 我相信缅甸人不会排华 不会因为这个事情排华 他们会记住 有一个怀疑的运动 为他们牺牲了 真的是我觉得 每次看到这种人民要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后就被政府镇压的消息新闻出来 看到一条条的生命这样子被强制结束 真的会让人感到非常非常难过 尤其又是这么年轻 这么纯洁的生命 我觉得我们都应该要 不管怎么样 我们都应该要支持缅甸人民 表达他们的诉求 就是不可以说因为军方 或者说他们强力镇压 我们就大家都不要看 就是像骆驼一样 不去面对 我们应该要去 怎么讲 站出来支持这些缅甸的民众 他们真的是太 怎么讲 令人同情 然后也令人觉得非常的感佩 敬佩 在这样子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之下 他们还是愿意走出来 我觉得真的要给他们更多的支持跟鼓励 是 抱歉 刚才有点 我自己是 作为父亲 对 一定会有 因为你很难想像 父亲让小孩子去 鼓励他去做他要做的事情 而且他们已经知道会有这个结果 那发生的这个结果 真的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惋惜 是 我看到缅甸人这样子上街 我真的是很佩服他们 很钦佩他们 但是呢 我相信我也在这个节目里面讲过 我真的不是这么乐观 因为我太了解 缅甸军人的残暴 特别在这一方面 你看他们最近的做法 你可以看得出来 把医护人员 这个太夸张了 就算是两国交战 都不能够对医护人员下手的 是 两国交战的时候 你在战场上看到这些红十字 对 这个都要避开的 你是不能够下手 是 但是他现在是对这些人下手 为什么呢 他要吓他们 要让你不敢去救这些 示威的人 我曾经在好像是上和平的节目里面有讲过 民间的军队是绝对绝对会镇压的 但是呢 这个场运动最后会不会成功 取决于 真的是取决于 是不是老百姓不怕死 这是要付出很惨重的代价 对 不是说几千人死亡 以前已经发生过了 1988年的这个民众起义 缅甸军队镇压到目前为止 说死亡人数是三千多人 但是没有人知道 到底是多少 可能两倍三倍都不止 但是呢 他镇压成功了 对 你说是这两天这个事情 做最血腥 38个人 当年三千多人 他都把你压下去 死了三千多人 他都把你压下去 2007年那一次 到今天为止 不知道死了多少人 那时候的新闻讲 是说估计大概是一千多人 那么现在 你拿一名店来讲 现在公布出来的 前后死了五十多人 你就可以知道 这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 是 三千多人他不在乎 他把你全部杀掉 2007年 一千多人 他不在乎 他把你全部杀掉 所以这一次 我刚刚说过 取决于缅甸人 是不是真的前仆后继不怕死 但也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才有可能成功 这个是最悲哀的地方 永远不知道 到底要付出多少的代价 军方才会停手 也许付出最惨动的代价 军方都还不会停手 是 这个是目前看来 是这样子的状况 因为军方真的是 不把自己的人民当人民 只顾着自己的私利 当他一直顾着这一点的时候 你很难叫军方真的 放下屠刀 很难 是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大家看这一集节目 可能会心情有点沉重 但这个是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目前 我们看到的所有的消息 呈现出来的这些 局势跟趋势 对缅甸人民来讲 都是非常的 怎么讲 绝望 跟可能没有什么样的 转环的余地跟机会的 那我们还是希望 那个缅甸人民 可以好好的保重自己 然后加油 我们在这边支持你 鼓励 鼓励你 那也希望你们能够保重自己 好吧 那今天就要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看 那也希望各位呢 如果喜欢我们节目 就订阅频道 按赞分享 也开启小铃铛 有最新的影片 你们就会收到通知 谢谢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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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